中国在线,我是谢永恩 在台湾,赖清德和肖美琴宣誓就职 赖清德在演说中话,期望两岸维持现状 何心言报导 早前在台湾大选中胜出的赖清德和肖美琴宣誓就职 两个人在立法院掌韩国瑜手上 接过印信和印章等等 就职典礼一共有51团 超过500个嘉宾出席 包括美国跨党派代表 赖清德之后发表就职演说 他提到台湾首次连续三届政府 由同一政党执政是得离不已 对于两岸关系 他说期望可以维持现状 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唯独 再出现三党人数不过半的格局 日前表决改革法案时 曾经爆发肢体冲突 经济方面 赖清德说将会推动人工智能 半导体等创新产业发展 有计划发展中低轨道卫星 进冠太空产业 同时要站稳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并且与各地深化贸易伙伴关系 欢迎台商回到台湾投资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导 在北京 国台办回应说赖清德的讲话 环顾坚持台独立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重新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决不容忍和顾食 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说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根源在于民进党 环顾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他批评赖清德大肆宣扬分裂 无论网图以外谋毒以无谋毒 而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衰退 要合作不要对抗 才是倒内的主流民意 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论台湾局势如何变化 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 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也阻挡不了统一的历史大势 外长王毅在哈萨克 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期间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浸 王毅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事实 任何人网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都将以失败告终 他强调台独分裂行径 是对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坏 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在任何势力都无办法阻挡的历史大势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回应赖清德的讲话时 强调推行台独分裂注定失败 这个问题你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门来了解 我要强调的是 台独是死路一条 不管打着什么幌子 什么旗号 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商务部将三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当局决定将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和美国波音防务太空安全集团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禁止他们参与和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以及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 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将会被禁入境 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 停留和居留资格都不会获批或者被取消 内地华南地区暴雨持续 广西多地水浸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等预警 广东和福建等地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暴雨 水利部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终结映报道 华南地区持续暴雨 广西出现今年以来最强暴雨天气 多地出现特大暴雨 阴州龙门港镇 24小时雨量达到610.5毫米 打破广西记录 南陵多地严重水浸 洪水淹没小区房屋地面全层 消防出动橡皮艇 凝构被困的村民 受到暴雨影响 青龙江等六条河流出现超景洪水 多个部门出动救出被困的民众 广西气象部门提醒 要加强对连续大雨 和它引发的山泥倾射等次生灾害的防御 广东也都出现暴雨天气 影响珠三角和越冬等市员 气象部门预计 今年5至6月所谓的龙洲水期间 全省的平均雨量将会超越常年 从目前的监测来看 总体它的那个季风爆发之后 季风气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 同时季风建立起来之后 来自海洋上面的水气 还有热量会持续的输送 汇集到大陆 整体来说 整个浓州水期间 广东的累积雨量 可能要比常年要略为偏重一些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山洪灾害气象和暴雨等预警 广东沿海和福建等地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暴雨 提升民众小心防范 有线新闻终结营报导 江西贵溪市发生持刀伤人案 6人受伤 其中两个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另外有6人在酒被期间轻微刷相 事发在贵溪文方镇明德小学 涉嫌持生果刀伤人的 45岁女疑犯目前已经被控制 案件征办工作仍然进行着 北京3号施星星座 星期一上午发射升空 长征2号丁雲在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成功将北京3号施星星座 送入预定轨道 上海航天白院介绍 今次发射是一战四星发射 火箭更加搭载了 一子级陆区控制系统 在火箭一子级 载入反煤断的时候 进行飞行引渡 实现精准落区控制 随着神舟18号载人飞船升空的 四条斑马鱼 目前状态良好 科学家发现 他们在微重力下出现腹背颠倒游泳 和旋转运动等的行为 未来会开展太空环境 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 和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空间站上 他们也做过类似的一些 相当于鱼类的一些实验 那当时我们也看到 这些鱼在天上也很奇妙 就是说它肚皮朝上游的 吃东西什么都是肚皮朝上的 一开始我们以为 这个鱼是不是有问题了 后来觉得它因为鱼 它也有感受重力的一个 相当于是机制在里面 那么在微重力条件下 它这个机制没有了之后 它其实不知道上下左右了 那它很有可能就是肚皮朝上的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去年年底开通以来 吸引了大批旅客 不少人用单车或者电单车 作环岛游的代步工具 成为另类体验 刘春南讲下 位于海南的环岛旅游公路 风景优美 去年12月全盛通车以来 吸引不少人专程来体验 不少人选择以单车 或者电单车代步 但是国内有很多地方呢 一旦遇到了冰霜雨雪 这些季节特殊情况 它就骑不了车 还有这些到西部 风差会很大 北方冬季又很冷 只有我们海南四季如春 可以就是不分任何时间 想骑就骑 想玩就玩 有业内人士认为 骑行已经逐渐变成一种新型旅行方式 它就是一种旅行 我们平常就自家人是在某一个旅游景点 或者某一个打卡的地方 而摸驴呢 我们一路都是风景 就是一路都在路上 专家又说 目前环岛旅游公路 部分沿途配套有待改善 例如补给点 洗手间 驳站等设施设备都未算完美 另一方面 也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管理 紧接过来就是海南整个的一个旅游的旺季 我们其实可以很切身的感受到一个是 会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增长 然后包括到了1、2月份 我们自己的领队 所以我们自己的车辆都存在一些公布应求的情况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主线规划全长大约1,000公里 贯穿海口、文昌、三亚等12个沿海事员 串联50几个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被誉为国家海岸1号风景道 有线新闻 乐出栏报导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